有請這個專輯研究國歐麗香腿有權 大家介紹一下 給他一些概括 想請 我們在第一部份的個人資料方面 我們就可以得出今次受訪的公務人員的容量是比較聆聽 而且學歷是相對比較高的 我們之間也是介乎於十年左右 第二部份剛剛介紹了我們用了四個國際論表 去判施公務人員的四個狀態 在四個略表的結果顯示出來 我們發現骨熟感和工作條件度是比較低 尤其是一般的屬領 而工作滿足和工作積合是接近四張高的屬領 由此我們就可以發現年輕的公務人員 對自身的工作積合和滿足是比較高的 但是骨熟感和工作條件度是比較低的 最後一個部份就是壓力指數方面 在壓力強度分析方面我們主要都是分析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身心健康狀況和壓力強度分析的部分 先說一下身心健康那方面 身心健康那方面我們包括有生活和工作的健康 但在健康狀況我們發現大部份的公務員都會覺得 健康狀況和尤其是生活和工作的疲勞情況來看 生活的疲勞情況是要比工作上要高的 而在疲勞方面我們就發現 公務員承受這個工作上的疲勞狀況是比較低的 其實呢從這個結果呢 我們要換回第二個國際兩秒的結果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公務員對自己的工作職效 工作補足也是比較高的 處理工作上的問題壓力是比較低的 那麼在壓力強度測試這一部份呢 我們就發現了公務員對生活上面 面對壓力的程度是比較低的 即是承受壓力的程度是比較 沒有工作上的問題 而生活上方面的壓力主要是 是家庭人士的聯話 或者一些不容易的事情發生的 那麼這個呢就是我們今次數據調查的三個部份 那麼我簡單把這些數據做回一個總結 雖然面對公務人員普遍有較高的學歷 以及能夠承受工作上的壓力 但是面對生活上的壓力 可能也都騷擾因應的經驗 同時呢對於本池 現在公務人員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歸屬感和工作求入度偏低 這個情況是需要得到迫致的改善的 謝謝大家 那麼第二部份呢 就我們有請下公務人員聯合總會的 理事長呢梁貴隆先生 替我們介紹一下 曼貴隆先生 這次我們這個文件調整的結果呢 就是我們有兩句說話的 就是公務的歸屬感一般是低的 以及生活上是高的 首先就是公務人員整體的歸屬感 以及工作的求入一般是低的 但在工作的績效方面呢 就以至出教的高分 亦都表明了公務員對自身的工作 積極的重責 其次就是公務人員的生活的壓力 以及工作方面 也有較高的承受壓力的力量 亦都由此可以知道 公務人員對工作方面 都有較平衡的責任 以及專業的重手 但是為何公務人員的歸屬感 以及工作的財務度會低呢 為止我們可以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第一就是公務精神的意識很強 大部分來說 新特殖的年輕的公務人員 大多數都是作用於 新特的體制和他的工作條件 而選擇作用我們的公職體系 對於公務精神的體會 可能是比較少一些 如估回近年 澳門的發展 以及外國也有很大的轉變 近年的經濟發展的迅速 全面邁向了的 差不多是一個復活人的社會 新特殖的公務員 應該是以復活於市民的心態 而是單一為工作 再不像以前那樣 以一個做官的心態來做事 因此作為公務 轉向應該是全部的市民 而屬感不單是在部門中的體驗 應該是在全部市民中的體驗 而第二點就是 職程制度應該要進一步的民事 由於目前我們的晉升制度 我們的公務員的職級 大致上是分成五級的 一般前三個職級 我們大概每至兩三年 就已經可以進升一次 大概需要的時間是八年 而第四個職級就需要八年到九年的時間 而與前三個數值的職級 所需要的時間是相同的 至於說最高的職級 即是第五職級的橫向方面 亦都出現一個很不合理的一種方便 譬如一個職級進升的時間 大概要四年 而他需要大概四個職級 差不多要總共用十個年的時間 所以這一種前短後長的進升模式 是對於公務員來自應有的工作時期 是不是那麼好的 尤其是對於資深的公務員來說 對於家庭的工作度 同時都會有感覺到 就說輕視了和看法了 資深公務員的經驗價值 這種口身搏鬥的進化制度 你都來到這個資深公務員 你都感覺到受到輕視 很容易影響他們的歸屬感 第二個問題呢 我們有三個建議的 第一個就是家庭除非公務員的公服精神 那基於公務員的歸屬感 比較遠距的情況 我們建議特區政府 政府在各個部門裏面 當新特色的公務員房 要進化一些公務精神的補貨 而舊的政府也要進化一些 適當的道德責任補貨 所以他們的公務員都明白到 特區政府有一個公務員的政府 是以為為本的施責理念 亦都是你特區的施責核心 希望大家都明白 無論你有多高的行李 總之你今天在這個位置裏面 你要做這份工 不僅僅要打好這份工的心態 還是要有一個很熱誠的心 去兩個實在一個前職的復活 第二點就是工作資源需要合體的分配 亦都希望英國國的領導主管 執法下公務員員這個職責制作規定 因為我認為公務員員的職責分配的工作 每個公務員員的職責制作非常明顯接觸 每個職責所需要的學歷 和所應該負擔的工作範圍 就不要出現一種叫做制薄求風的情況 譬如說要求195的身份碟的員工 去做一些350或者430身份碟的工作 當然工作資源分配工到 或者同級工作多掛和吞 都會造成了公務員員有很大的壓力 雖然生活和工作之間的壓力是不可以分割 但在工作上遇到如意、生活、家庭等負面的情緒都會出現 而公務員員要承受工作上的壓力和強度 雖然是在生活上的壓力 但若可能在工作上減輕到壓力的話 亦都會減輕到生活上的壓力 因此作為特區政府除了關心民眾的需求之外 其實也要關注一下公務員員的需求 因為一個成功的領導者都是需要助 在這裡設立一個擺演一個協助者 和一個支持者的一個精緻的角色 亦都鼓勵一下和支持下屬 而對工作和生活壓力的時候 應該保持一個樂觀的態度 最後一點就是見到一個溝通的態度 部門的主管也都創造了一些機會 希望加強一下同事同事 和上級與下級之間的一個溝通 努力營造一個和下的工作環境 也都是提高團隊精神 也都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量 也都是來強大大家對這個部門的歸屬感 回養歸屬感 應該可以使得政府的日常運作更加放心 同時都可以提高他的職效 因此 因為作為一個僱主的政府 應該用上次建立一個雲級的環境 溝通的程度 讓大家都能夠有一個相互交流的平衡 分析經驗的機會 以及相互了解和應酬 同時叫家庭除婚 用新入職的公務人員 調整了工作的態度和自身的影響 不但只能夠打下苦信的基礎 亦都對於公務人員的身心 以及各方面的壓力 都有所思緩 這就是我們公務人員的做會 對於現在這個報告 是做出了幾個原因 而報告也提到確實的 現在有些部門是 他們有自己一套工作的文化 有些所謂的契制文化 有些所謂的山頭主義 無可否認 有些部份的部門 有些比較複雜的人際關係 是會帶來一個負面的影響 特別是年輕人 做了幾年或是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都會看到 有些他們初出入行 他們是本懷鬥志的 做了幾年 有時他們的鬥心 都是會被磨滅到的 我這裡補充一點點 我以前都是公務員 都是去過休的 第一個政府部門裏面 整個職潮 以臊本身來說 我們有所謂九大義務 服從、勤勤等各方面的東西 所以他是有別於 外面的一般私人機構 那個 我是老闆 我發了事 是甚麼 但是來講 部門要保證政府的運作 大家都要有復從的義務 在公局除了復從尚師之外 他還有一個規範 需要遵守一定的法律制度 是服務社會的 就算尚師有些不合理的要求 下屬那方面 除了要遵從之外 都可以明出自己的疑議 這個是公務人員制度裡面的一些限制 所以怎樣去運用這個適當性和合理性呢 就是說要公務人員去遵守一個公務人員 應該搭手的一些準則呢 就要靠尚師的水平和去演繹 主要就是 怕是怕在 有些部門的一些主管 在這方面 就是 過用不斷運用 就使得整個 原來很善意的東西 變成一個 壓力的東西 那就是 公職制度裡面的一些存在的問題 我嘗試補充一下 剛才我彭官無理事長 說了三項建議的 其中一個就是建立溝通隧道 作為公務華人制公會 政府和公務員之間 我們起了一個橋梁縱容 我們都希望 隨時舒緩到 以及跟公務人員 有些什麼不公平的事 我們可以演繹 適時反應 因為公務人員的工作 都是比較特別的 有些意見的時候 他們是有些 譬如不是太暢熟的地方 融合的環境 和一個溝通渠道和平台 令雙方都能夠互相交流 互相分享經驗 以及互相了解和互相認同 這可以舒緩公務人員的身心壓力 以及溝通平台 因為現在的社會都很複雜 很多突發事情 我們認為這個溝通平台 對於面對 例如有些突發事件的時候 公務人員他們顯得更加會團結 對於解決一些問題 我們相信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我們也想補充一點 建立溝通渠道的作用 在溝通渠道的 上級才加上一個平台的溝通 其實有時 譬如前市的公務人員來說 他有時做一個私職的工作的話 可能對於市民有些反應 可能是 可能是政策上 不是追上那個時代的電話 可能會有一些回合 也都可以前市那裏 能夠如實將情況反應反比上級 也都可以將制裁的政策方面 比較可以做到 行購民的作用 所以其實上 這個溝通根本大致是下方和上級的問題 公務人員都可以作為一個 溝通平台 使用市民反應反比上級 也都可以在制裁政策方面 做得注意一點 希望就能夠上程下達下程上級 今天的記者招待會就開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視頻 多謝大家